新城乡嘉陵村123公顷的农田 在虚美激稀没水的情况之下 农田水利汇新城工作站到三战溪饮水 但是因为水源有限 无法作为稻作公冠 大批农民是欲哭无泪 说如果农田缺水无减 恐怕会损失1000到2000万元不等的稻田收益 为此新城乡长和理台 特别邀请了水利汇农友 以及立委副婚旗服务处的人员 一起来会刊 期望能够解决农田缺水的问题 会刊嘉陵村民表示 目前农田缺水灌溉情况依然不乐观 但是有水了两天的雨 我们插了一大片二三十公顷下气 到现在完全都没水 为什么没有水 以前会这样为什么现在不会这样 这是哪边出哪边的环节出的问题 我们真的一呼五类 你怎么捕下去现在大家都没水 现在捕下去炒都发酵了 我农民的身份中坛这么多 现在大家一家庭炒到还要 像拌炒到还要够几万块出来 水磁会副处长张贵寿表示 新美机系美水 农体水磁会新陈工作站紧急到三站吸引水 在农体水磁会水源不足 以对策解决将与熊湘公所与地方 进行三站吸上面的沟通 工作站那时候有回报 所以我们这边严重缺水的时候 我们抽水机有启动 那么一旦 我们那边有那个嘉陵旗志线的抽水机也启动 另外我们有租用民间的抽水机 还有我们另外一台抽水机也是抽那个 那个河场那个水抽上来 所以说真的情况很严重的话 真的没有下雨 对我们来讲是真的伤害一样 向南河一台也抱怨水磁会收归国有之后 无法及时处理农田和田事件以及水源调度 农事处理效率相当的慢 农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官派的服务 丢水磁会疏忽将不排除与公所一同前往抗议 我也建议处里面站里面 要跟地方要做好关系 当像一个灾害来的时候 你们跟地方没有管道可以去沟通 平时的沟通非常的重要 我想我也去了解过了 他们设计发展协会并没有说不把水给我们的农民 水是属于公共财 不是个人财 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个 这个是农田灌溉需要的水有优先钱 而不是油气做为优先钱 你不能说把水留给下游的油气 在那边细水 让这些农民没有水 所以你们要拿出工权力出来 你们要有担当要去沟通才对 我也去跟黄玫瑰沟都讲好 他们没有这个事情 他们说没有这个事情 他们愿意把水给农民用 而且这个灌溉期间只要跟座群一过 他们就能够过关 你们不能讲说 水牌有坏 我们没办法 这个不是 这是推诿之词啊 我在这里代表副委员要求你们 能够马上 第一个先跟那些有意见的民众 那些乡民来沟通 第二个你们马上要展现出来 你们在维护水钱 不能是说他们少数几个人来影响 就会影响到你们的水钱 你要以农民为重啊 你们要多去沟通 在这里我希望 那个副处长今天下午 张处长回来以后 你们马上要召开紧急会议 如何去协调 如何去沟通 甚至呢 如何的故宫马上来把这个 山泉溪的水源引过来 让他们都有充温的水 再来回台表 农田水利设施 除了提供农田灌溉排水 也应减低汗来灾害等功能 况且所有的天然资源 所以国家所有 不应人民取得所有的权益 而受到影响 希望水利会能够尽数领域解决 由公所需求 并且取得配合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观看